它主要是起跳高度比較高 而且動到膠度比較清楚 入水,水翻壓得很漂亮,而且線條很靜 這個是屬於跳水裡面的,一個是很佳面 現在在營光幕打出來的成績 將會是他們初賽的五跳加上現在的幾跳 總分是494,跳得41分 接下來就是看中國的五敏俠 現在我們選一些精華片段給大家看 五敏俠跳的動作是反身跳水 這個是半周的動作 也很漂亮,這個動作也很漂亮 起跳高度和拋物線很好 所以它很容易調整入水的角度 入得很直,起跳很高 會直直地拍起來 是真的,這些動作的速度非常漂亮 而且線條拉得很好吃 吳敏俠可以說是專攻三米彈板 今年較早前已經連奪兩站 加蘭皮士大賽的冠軍 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位 不過就是第一次參加奧運 剛剛那一條的分數是49.59 由於難度是1.9 所以最高打分只是54分 所以他拿到49.59 就很高分了 接著是澳洲的盜騎 是他第四跳 準決賽的第四跳 他跳的動作是向內翻行一周半 曲體動作 跳水通常都是分有直體 曲體和普筍還有一個自由式 四種姿勢 動作跳得非常漂亮 我們從旁邊看到 可惜是在跳的高度還是差了一點 可能跟他的體重有關係 壓扮壓得不夠深 所以反彈差一點 這個到期我記得下午的時候 他跳第二跳 拿到一個很高分的 即是52分 當時的動作難度又不算高 事實上他也是上一星期奧運 甚至於高台雙人跳水的銅牌 就為澳洲拿了76年來 第一年的跳水獎牌 接著是郭晶晶 是他的第四跳 他跳的動作是反伸 翻騰一周半 轉體叛周 這些動作真是漂亮 起跳高度 而且起跳的拋物線角度 包括入水 這一下的線條 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非常漂亮 我聽譚良德說過 中國選手在這類動作 喜歡先轉後翻 是 歐美選手就是先翻後翻 是 是 他這一跳也很好 難度是2.1 所以他分數高 這動作中最高的難度 53分 總分是509 好 上一格他僅僅屈於他的師姐復明牌之下 拿一面銀牌 看看金牌 可否拿一面金牌 這個身形好像看來比較大隻 就是加拿大的選手 克特利 總成績他之前排第二 比郭晶晶 總成績他排第二 他的總成績是二賽人 是跳自選動作 對 計算自選動作的成績 比郭晶晶好 他現在跳的 是向內翻腾一周半 曲體動作 難度也是2.1 這個是立定跳的 通常跳水都有一個立定動作 以及一個走板動作 起跳呢 高度有一定的高度 我適合一點 是入水的處理 方便差了一點 頭 我下面倒了一點 如果是頭面能夠握起身 望著水入 鮮條會直 是否和他的身形都有關係 因為他體重了56公斤 比郭晶晶 就重了8公斤 是的 他的身形 體重重 和他壓板 壓得深 彈得高 是有幫助的 但是呢 他的身體健康 對他的入水 鴨水巴方面 可能就會有一點點影響 這個動作53分 總分502 跳水當中的第四組動作 背向前 面向板 向前 都不錯 可惜一點點 就是起跳偏遠了一點 但是呢 都不會影響他整體動作的效果 起跳比較高 起跳比較高 稍微遠了一點 但是入水非常漂亮 他的腿 咪得很直 中國運動員在跳水 他的特場就是以穩定變輕 對 五十二分 總分是五百四十七 他整套規定動作都發揮得不錯 哦 那就變得有好處 是 帶分入的時候就好了 接著是澳洲的杜琦 他跳的是五一三魚 向前回到一周半 轉體一周 這個動作的現場比較差了一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一個 起跳高度不夠高 另外一個 就是入水方面 處理得不好 就是因為一個身體姿勢 身體的位置 身體的角度 就不太漂亮了 未到九十度 而且水花比較大 這位選手其實就是跳水運動員當中 比較罕有 因為他的位高 到去年為止 電視台訪問他的時候 他還說 其實站在跳板的時候 仍然是有點害怕的 通常運動員在比賽當中 他有一點害怕是好的 你完全不害怕 他就是那些心態 覺得太放鬆了 就沒有些認真 沒有個鬥心 現在郭晶晶跳 現在郭晶晶跳 郭晶晶跳 他跳甚麼動作 他跳的是403 向來回來一周半 這些動作跳得非常漂亮 而且水花壓得很漂亮 起跳高度很高 也是一個沒甚麼瑕疵的動作 這是屬於跳水當中 一個很好的階段 從高度打開交代 都比較清楚 郭晶晶今年的準備 很充足 特別在今年來說 有幾個大賽 例如世界盃的分站 他也拿到單人和雙人三位版的冠軍 比上屆的準備更加好 拿到52分 總分力562 實際上 他自己在賽前說到 有些動作 其實他已經跳了十年 所以到目前為止 穩定性已經算相當高 對 他的動作掌握得比較好 加拿大的選手 克特利 他跳的是向後轉看半周 翻騰一周半 這個動作的難度是2.0 通常人家做是反身做的 他的難度是2.1 比他高0.1 動作做得很漂亮 火星是立定動作 立定動作顯得高度 沒有走板 還升得高 這樣對他的打分 會有少少影響到他的高分 他上一架聲明 很穩定參加 當時排名就是第10位 今次他浸落很快 今次他浸落很快 接著就是成績 向後翻騰兩周半 轉體一周半 又是轉體的自選動作 再看看慢鏡 先轉體再翻騰 水花壓得不夠乾淨 轉體得很清楚 但是水花稍微 取花大一點 7.5 天亮和湖街 以第三和第六的名次 有可能變化 開始應該會好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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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當然是一個必勝的情況 韓國華老師隊 在前面一定會有很多大扣殺 大威力的進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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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得翻騰82.80 郭晶直 同樣是 反身翻騰兩周半曲體 98 一個跨跳 反身翻騰一周半 轉體兩周半 難度是數字2.9 好 這是郭晶直的最後一個動作 由於他前面跳得非常出色 前四輪個個都9分 8.9分以上 儘管這個動作有少少瑕疵 現在腳分開 夾夾得不夠緊 入水的時候有少少轉體 但是郭晶直已經高比數的分數 拋離第二位 拿到這個金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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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只能夠屈居第三名 因為他前面有兩個動作 稍微有些失誤 一 begged 一边 and a delightful dive it would seem according to the reaction there and that is our first ten of the entire competition the only ten in the competition has gone to this World Champion Gao Zhingzheng 她是領導,這是她第三 round dive 那看起來非常好,她可能不在10 她在阳中的阶段上 她是有一个阶段的阶段 她是有一个阶段的阶段 她是9.5的阶段 所以她是81.84的阶段 她是一个阶段 她是阶段的阶段 Pakalina 是Gal的最高的阶段 提到某车的阶段 被控制震裡 准备的阶段 Wu Minxia 在这一刻 她是第三 那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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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位鞋 背后她的优优独 和洪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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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